有民眾控訴 她的媽媽在5月13號時出現發燒症狀 後續到新北市聯合醫院採檢確診 直至知道今天已經過了五天 同住家人卻遲遲都沒收到居家隔離 或是採檢通知 讓他們一家人感覺被遺忘了 王先生說 她媽媽因為在萬華工作 萬華爆發染疫後 媽媽在13號感覺發燒等症狀 立刻去做採檢 17號收到確診通知 18號被送醫治療 目前狀況已經好轉 但同住家人中 有三名大人和兩名小孩 是媽媽的密切接觸者 卻遲遲沒接到居家隔離或採檢通知 讓他們很心慌 只能自己打電話和192299 我們自己做好 覺得消毒工作什麼都做好 可是我們還是會怕 說到自己立刻做醫院的話 已經做到一個禮拜了 那你再一追 我覺得這個已經搞不好 你不知道是很多人去 不曉得啊 王先生無奈認為 可以體諒醫護人員和衛生單位辛苦 卻也憂心 家人自主隔離期間身上早有病毒 要是等家人確診後再疫調 中間空窗期恐怕造成漏洞 提文PO之後 有一名在前線工作的網友回應 不是我們不打給你 而是打不完 也有人說可能是人數太多的關係 對此衛生局坦言現階段通報量暴增 他們確實疲於奔命 但會盡快對確診者家人進行疫調 請民眾務必先在家一人儀式管理 再進一步發出居家隔離或檢疫通知 但要等多久時間難估 至於過去案例數不多 衛生單位只要接獲通報後 同時就有多人進行疫調 只要一天就能完成所有流程 礙於現況 疫調時間延長 期望民眾能多點體諒 但也會盡快處理 讓民眾有妥善照顧 TV的新聞稍稍為寫新北市報道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